我们饮食是健康生活的重要方面之一 在食品中有五个主要食物组 包括蔬菜、水果、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奶制品 我们需要吃这五类食物的原因是为了健康 吃五类食物中的各种食品 可以为身体提供一系列营养 促进身体健康 并有助于降低风险疾病的帮助 我们现在会来介绍我们建议的饮食计划 每天吃三餐 包括早餐、午餐和晚餐 而大部分的食餐将会包括全五组食物组的食物 星期一 您可以选择星期一早餐吃个卷饼和水果 比如番栗汁 卷饼富汗纤维 包含着红洋葱、香菜还有鳄梨 蛋白质内容包括蛋、鸡肉香肠、黑豆 也包含大量纤维、维他命和矿物质 弄卷饼会需要全麦玉米饼 而也可以包括切饼干烙或捷克干烙 满足全五组食物的营养 午餐 星期一午餐可以吃个不发锣鸡肉转 培、蓝纹、奶酪和芹菜 里面也包括大面粉、玉米饼和烤鸡 之后可以再吃个香蕉 晚餐 晚餐可以选择吃个简单的家常三明治 包含着面包、蔬菜、火腿、奶酪片和边上的一小盘苹果 星期二 早餐 星期二早餐您可以试一试一餐英式早餐 包括植豆、蘑菇、烤番茄和炒鸡蛋、香肠、黑培根和黄油吐司 一边吃早餐也可以一边喝茶或吃草莓 午餐 为了中午饭您可以尝试一下意大利熟食风车三明治 而晚餐可以吃一盘虾、香肠和玉米意大利面 后面可以补充吃一些葡萄或如果口渴也可以喝一杯豆浆 星期三 早餐 我们星期三可以尝试三餐中式膳食 早餐可以选择包括饺子、叉烧包和奶黄包 还有水果 例如中国家常的火龙果 午餐 午饭可以吃一盘广州炒饭 里面包含着鸡蛋、火腿、烤儿肉和叉烧肉 葱花、冬笋、冬菇、青豆、虾仁还有香米饭 不够的话也可以再吃一些水果 例如红毛丹、龙眼或羊梅 晚餐 我们晚餐可以吃一顿上海虾仁炒面 里面有五花肉或鸡腥肉 鸡蛋、虾仁、粗面还有鸡毛菜 最后的水果盘可以吃一小份德哈密瓜 星期四 早餐 星期四的三餐可以尝试一下中东的食品 早餐可以包括卡赫瓦尔蒂 这可以用土耳其语翻译成早餐的意思 通常会包括橄榄、黄瓜、蛋、奶酪、番茄、烤面包、水果蜜饯等 午餐 中午饭可以吃个迷你鸡肉沙瓦马 包含嫩鸡、希腊酸奶、红洋葱薄片、生菜丝、黄瓜和番茄 还有皮塔面包 之后也可以吃个植子 晚餐 晚饭可以吃一顿便餐 例如蔬菜、沙拉、培、皮塔面包和鹰嘴、豆泥 或只吃沙拉也可以 星期五 早餐 星期五可以吃一天日式美食 例如早餐可以吃饭团 饭里面常包住鱼肉、黄瓜或腌黄瓜 日本柚子或日本梨子 之后再喝一杯奶 午餐 午饭可以吃手卷寿司 一大块紫菜包裹着寿司饭、蔬菜、鱼或贝类 里面已经包括蛋白质、蔬菜和碳水化合物、米饭 晚餐 为了晚饭 您可以试吃一碗 Nabayaki 锅烧乌冬面 拥有五骨、鸡大腿和菠菜 星期六 早餐 我们周末星期六可以选择吃一天港式美食 早上一起床后可以试吃鸡蛋仔 之后也可以再吃点炒蛋、番茄、香肠还有榨土豆饼 您也可以选择喝一杯低糖、水果奶昔 午餐 中午我们可以试吃一盘新粥、炒米粉、加苹果汁 而晚餐可以吃一碗、简单的家常粥 粥里可以加各种菜和肉 而之后也可以再吃些水果 比如柿子 和吃一小份港式布丁 星期天 早餐 星期天我们就吃简单点的食品吧 早餐我们可以准备一碗麦片、加牛奶、培根鸡蛋、胡萝卜片 还有一小杯葡萄干 午餐 午餐吃一碗蛋白质沙拉 可以包含着新鲜菠菜、长期金枪鱼、切碎的杏仁、番茄和鳄梨 边上也可以包括小样的奶酪和梨 晚餐 最后晚餐 准备一碗内馅蔬菜、培根、牛角、面包 加某种水果和芝士就够了 这就是我们建议的一周饮食计划 记住吃任何东西都要管理分量 太少会营养不良 而太多会令您有肥胖 注意这些只是我们的个人建议而已 我们希望您有一个健康的生活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